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邀约三五好友听一场街边音乐会 逛文创世纪品一杯手打柠檬茶 夜游城市地标与霓虹夜景同框 近年来 国内许多城市围绕夜经济做文章 不断解锁新业态 经潮有趣 丰富多样的夜间文化生活 极大满足了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西南印语的贵州省贵阳市 夜间经济的形态正逐渐从美食 酒吧业态为主的单业态模式 走向融合音乐 文博 旅游等多业态模式 形成文旅上一体化的夜间消费场景 舞台被古朴阁楼装点 半径百米以内有夜市 商圈和文化景点 自今年夏季开演 贵阳市美洲一场的文昌阁路边音乐会 引人瞩目 这个由民众点歌 贵州本土音乐人发起的夜间免费街头音乐会 如今不仅是年轻人交友交流和娱乐放松的平台 也成为了贵阳制作城市文旅融合的一张新名片 我太高兴了 因为很早的时候 可能在更早的年份的时候 这个做音乐这个事情在路边演 可能会影响到失荣失贸什么的 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觉得说 想要做这个氛围 现在有人想要做这个氛围了 我们当然高兴 在这里这么好的观众 我们一起做这个演出 这个路边音乐会这个事情 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名片了 所以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我们很骄傲嘛 我们作为这里面的一员 大家都会认识我们 都会知道我们自己贵州的人 做音乐做的就挺好的 就很棒了 现在随着大家的物质基础 比较扎实了以后 大家越来越希望能够从精神层面上 去提高自己 顺便就是说 大家能够从这样的活动中 能够充分地发掘自己精神层面的东西 能够有这样的需求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 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能够有更多的场合 以更多更丰富的形式 来满足大家的这么一个需求 经过近一年的更新改造 贵阳市南明区曹壮园街区 一期日前正式开街 一个深度融入贵阳历史文化 美食文化的特色街区全新亮相 市民游客又多了一个 吃喝玩乐品历史文化的好去处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记者夜游街区 发现前来游玩的民众不少 身着汉服游街的青年男女 穿梭街巷品尝特色小吃的食客 驻足看城市主题展的老人 在这条百米街区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热衷的 休闲娱乐方式 各个街市的一个开发吧 我会觉得针对年轻人也好 或者是老年人小朋友 有更多的选择了 比如说我们上街 我们去哪玩 包括我们节假 不用再出行 我们在自己的城市 也有好玩的地方 我会觉得延伸了吧 这个延伸不光是 他内心的状态 思维 眼界 视野的开阔等等 还有就是我们精神层面更丰富了 娱乐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丰富了 对 其实我在这里都50多年了 我都不了解这个曹状元街 它的起源 那么文状元 武状元 这个我们都不了解 还有护国路 为什么叫护国 这个其实里面应该是有这个故事的 那这个夜经济开展起来以后呢 不光是有这些这个让这个街更亮了更美了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个城市 夜间漫步 打卡城市地标景点 如今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热衷的一种夜游方式 双界期间 贵阳多个城市地标人潮涌动 记者在贵阳市南明河畔甲修楼看到 除了前来打卡赏景的各地游客 亦有不少贵阳市民来河畔散步锻炼身体 以前在家里面啊 多半都是看电视 现在出来觉得这个样子变化挺大 所以说就愿意出来走一走 看一看 万一让这个生活主要一个是治安好 治安以后这个人生能得到保障 你就想起来 也就是出来啊 练一下中气啊 尝尝歌啊 自己哼了嘛 哈哈 哈哈 中文字幕——YK